面中可以看到熊熊烈火不断燃烧 更伴随浓浓的黑烟直窜天际 现场还不时传出巨大声响 而警销货爆出动22车40人 赶紧布水线灌旧 现在听收走访问 原因就是应该是电线走某 目前是三四街四街 隔壁的邻居燃烧三间 三间 金箱店是两间 因为他们是两间合起来的 铁皮屋 这起注农意外发生在20号早上7点多 高雄美农区移出金纸铺 由于里面有许多易燃物 因此波及周遭多间铁皮屋 而警销人员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才将火势控制 目前并没有传出有人员受困 只是受到火灾的影响 也让周遭的交通一度出现 拥策的状况 而至于起火原因 还有待调查理清